繼續來到雲林的島嶼 當地有四個工業區 在地鄉親說 每天二次休息 不定時都會噴到草味 恐怖救測器派出到鑑蓄車 收集到空氣 運用二氣溫室 要來查出空氣污漿的源頭 然後再到每一個儀器去 恐怖救測器人員 有些空氣裡面的二氧化流 氫氧化物 最重要的粉塵和汽轄 早上的是比昨天中午的 其實是有比較好 昨天中午過後不好就對了 就是這一段比較起來 是它 你看它的顏色是比較黑 到那附近有四個工業區 當地在空氣有染中 在地人說 每天二次休息 不定時都會噴到草味 已經嚴重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品質 那些草味有哪裡來的 不知道 草的都在什麼時候 那都不一定的 恐怖救測是說 鑑蓄車正在現場停留15個月 日休時收集空氣中 各種的污漿所需 所以透過的分析 就可以了解污漿 如果是確定時間入口 也會調達到一間工廠 去開發團